哈喽大家好,我是高提示高烧研究所所长Jason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能看懂你的挥杆测试数据 然后我们采用的仪器是Flyscope Flyscope跟Trackman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高尔夫球杆的雷达测试仪器 从准确度来说这两个是世界上最高的级别的水平 然后他们提供的数据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所以你能看懂这个的话 Trackman的数字也是同样的效果 然后先来看头两项飞行距离和总距离 这个就显而易见 然后侧边就是偏的方向以及距离 球杆的速度和球速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了解自己挥杆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球杆速度假如是一毫目的话 可能普通人从85到95之间都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100以上就算是比较快的速度 球速就是你打到球球出去出始的速度 然后球速球杆比在Trackman上叫Smash Factor 其实就是球速除以球杆的速度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管这个数据叫做效率 因为你的这个数字越高 通常表示你打得越甜 然后有的时候跟球杆干面的反弹系数也有关系 然后在一毫目上来说 你打到1.42 1.43以上就是比较甜了 打到1.5就是非常非常的甜了 最高这个数字可以达到1.52 然后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高的数据 但是对于铁杆来说这个数字并不是说1.5你才是打甜了 效率这个东西跟你的球杆角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当你的角度过大的时候 你的速度你的能量就不会完全传递到球上 会有一部分分量 所以像比如说P杆56这些几乎是不可能达到1.5的这个数字的 大概在1.3或者1.2几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达得很甜了 然后倒旋就是球在空中的旋转 这里提一句之前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就是大家认为球有一个倒旋和有一个侧旋 球其实并不是分两个方向在旋转的 球永远是单方向的旋转 只不过这个旋转的轴有的时候是这样转的 有的时候是这样转的 有的时候是这样转的 当你的球是这样旋转的时候 那球就会往右边偏一点的旋转 然后往这边转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向左偏的旋转 所以其实倒旋和侧旋只是分两个角度来看这个旋转 其实球只有一个旋转的方向 所以后面就有一个旋转轴 这个轴就表示了球旋转的方向 然后R就是代表向右旋转 然后如果是L的话就是向左旋转 然后球杆的发射角度就是你的起飞角 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起飞角也不同 然后对一毫目来说8度9度10度就是比较低的 然后1415就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中间的这个范围都算是比较正常的起飞角 水平角度就表示你的初始的方向 如果是L的话就是左一点 如果是R的话就是右一点 也是一个角度 降低垂直角就是球的下降角 所以这个角度越大的话 表示你的球越直着向下掉 然后角度越小的话表示它越斜 所以通常来说假如在铁杆上 我们希望这个球相对来说更直一点向下掉 它的停球效果会更好 飞行高度就是你的球的最高点的高度 然后飞行时间就是球在空中飞行的时间 然后其实雷达还能测试球杆运行的轨迹 那我们通常看球杆的灰杆轨迹 假如是L的话就表示你的灰杆是从外向里的 也就是我们常叫的outside in 然后假如是R的话 那就是从里往外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inside out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球杆的数据 就是攻击角度 就我们可以测试到球杆是从上向下打到球 还是从下向上打到球 然后从最理想的效果来说 一毫木脚是你从下向上 二到三度都是比较理想的 铁杆的话从上向下 然后每只杆的角度不同 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希望是向下打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PGA职业选手的灰杆的数据 然后杆头速度它们平均是113 翻译成普通话就叫做非常快 然后平均的球速是167 球速球杆比是1.48 然后发射角度平均是10.9 对一般人来说 这个起飞角度就稍微有一点低 但是因为它们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角度是没问题的 当然同时现在还有比较新的流行趋势 就是更高一点的起飞角 因为现在新的木杆的倒旋都更加少 所以起飞角更高一点的时候 它们距离会更远 包括我之前看到麦克罗伊的雷达数据 起飞角常常都在12 13度左右 倒旋的平均是2686 业余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334以上的倒旋 其实是稍微有点大 但我们前几天的视频讲过 假如你的挥杆速度不够的话 倒旋太小也会损失你的距离 顶点高度是32码 然后下降角度是38度 飞行距离的落点是275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大家常看的七号铁的数据 七号铁的干头速度它们在90 然后常常我们见到的一般人的速度大概在70到80之间 然后超过85就是比较快的速度 然后球速是在120 击球效率在1.33 起飞的角度在16.3 这个数明显对一般人的起飞角也是有一点低 我们常见到来测试的选手的七号铁的起飞角在22 23 24度 然后倒旋是7000左右 顶点高度是32码 然后下降角是50 平均的飞行距离是172 然后顺便给大家分享一点女子这些选手的数据在这里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那关于雷达测试数据的意义就给大家先分享这么多 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